Hello 大家好 澳門6月下旬開始爆發疫情 為本澳疲弱的經濟和樓市帶來新一輪衝擊 有地產業界人士說新一輪疫情衝擊 加大了各行業和居民的壓力 特別是與博彩業有關的周邊區域 受貴賓廳陸續結業、員工失業、供樓壓力持續增加 有些無力供款唯有減價賣樓 有些人供款能力出問題 強拍個案有所上升 博彩顧客在疫情下對租屋需求亦大減 導致新口岸王朝一帶樓價顯示受壓 例如1號湖畔 在疫情前赤價超過10,000元以上 現在跌至7,000多元有一呎 大家有興趣嗎? 政府收緊外庫審批和續期申請 外勞數量持續回落 本屋住宅租金亦受到壓力 整體住宅租金交易前跌三成 而賭場周邊區域更是交易前大跌六成 至於商用物業方面 甲級商下大業主普遍較少減租 但一般商下由於政府部門陸續遷出 搬入政府自己物業 而且企業結業倒閉 供應增加 令寫字樓成交赤價赤租同樣受壓 商店方面有些業主減租共渡時間 亦有業主甚少響應減租 業界人士說 預計下半年澳門的營商環境沒有改善下 加上下半年澳門預料會跟隨美國加息 為樓市增添壓力 預計在今次疫情衝擊下 六、七月份單月住宅成交量或創新低 至今年底樓價最多會跌兩成 目前國家正觀察明年澳門和內地出入境措施會否放鬆 假若出現放寬或會穩住樓價跌勢 他們當然地產業界人士建議政府因應形勢改變 針對個別樓市調控措施作出調整 確保樓市健康發展 好,這集就先看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可以掃片尾的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我們下集再見